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好吃的面条 首先准备两个西红柿,划十字花刀 然后用开水烫两到三分钟,等一下好去皮 再把西红柿捞出来去皮 然后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洋葱,切成洋葱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红色彩椒,切条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青椒,切成青椒圈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块鸡胸肉 先切条 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锅中倒入一大碗清水 然后放另一边 把它慢慢烧开 再另起一锅 热油 油热之后,放入切好的鸡胸肉 翻炒 中小火炒至鸡胸肉,完全变白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切好的洋葱也加进来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青椒椒也加进来 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一勺辣椒粉 一勺盐,一勺胡椒粉 再加三勺番茄辣酱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炒至食材如味 再把西红柿加进来 翻炒出汤汁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清水 喝过食材 煮开之后 加入一碗水淀粉 煮至汤汁便粘稠 然后加入清水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水烧开了 锅里下入面条 中小火煮三到五分钟 煮至面条变透明状 像这样就熟了 再把它盛到碗中 再把煮好的菜盖在面条上 哇,好香啊 这也太香了 如果你家里有辣白菜 也可以加点辣白菜 香喷喷的面条就做好了 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食材拌米饭也可以 不过我更喜欢吃面条 它的口感非常好 辣中还带一点甜甜的味道 搭配上辣白菜 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竟然吃了满满的一大碗 没有胃口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碗 真的是太香了 做法也简单 如果你喜欢 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